2019年如何防小人 让我们来听听谢袁锦老师怎么说 如果当我们工作上面遇到 多的这个小人 首先第一个呢 我会建议你在你的办公桌的 左手边的第一格抽屉头 摆放麒麟才八卦 那在古代来说的话 原本麒麟叫人一只手 它是专门保护主人 不受到坏人的这个侵害 当然也有些观众朋友 他会选择摆放些人掌 那么在民间里头 先讲确实它是比较多刺 只是说因为它是两边的 所以有一部分呢 这个刺会影响到 这个所谓的小人的部分 那么化解掉的 但是只是另外一部分刺 可能会指向自己 会有两面的影响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真的遇到很强势的这个对手 对我们在工作上面 有很多的这个影响的话 那其实呢 也有一个方式 尽量不要使用啦 一般有时候你有对方的名片 你可以使用我们常用的 这个所谓的水杯 那你可以加一个 这个所谓的盘子 或者是杯垫 先压在杯垫底下 然后再放上你的杯子 那长期的压在下方 对于这小人的这个 气焰被无形中的两边自强的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是可以提供观众朋友 那么来做参考的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订阅鼓励我们 还有点选铃铛接收通知哟